李一祥说的眉头坐在公寮旁 还不忘跟人要槟榔压压惊 在他旁边的白发 平头男表情很严肃 他就是被爆料在背后 帮李一祥撑腰的股东 欧高林长青 李一鸣眼镜男则是欧高的儿子 当天还被直击在现场更改 施工日期 救护车救难人员来来去去 但酿下大祸的李一祥 却一点是不关己 甚至警察来了 他就在这边 他插着手嚼着槟榔面露不耐 问完讯息被带离现场 有网友拍下当时拨顶照片 除了李一祥外 还有一名男子 一度传出是联合大地的劳安员 还被网友质疑 为何把羽绒衣穿上 但事后当事人澄清 他其实坐在二车 另一家照片则是聚集越来越多人 看起来人数众多 但不少是劫后余生的乘客 男子走在铁轨上能避开多远就多远 他是坐在低车的乘客 惊魂为定逃到高处避难 没想到因此被误认 是跟李一祥同挂的工作人员 事后也拿出车票自清 除了李一祥以外 第一时间是否还有其他工作人员 角色和身份以及陆续来的时间点 都是检警给予理清的重点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其中 eli永生队 alors haha